按照这个晚常的节奏 每个月的中旬 大部分的汽车企业都会晒出上一个月漂亮的销量 不过今年5月这个节奏显然有点乱 受疫情和芯片供应链的影响 跌是今年4月份汽车市场的主题词 所以本着报喜不报忧的原则 大部分的汽车企业也就没有像晚常一样贴出大红榜了 不过有个例外 除了比亚迪 今年4月比亚迪完成销量105474辆 同比增长136.5% 环比3月份的103229辆还略微上涨了那么一点点 什么概念呢 整个大盘都绿了 就那么一个红的 你说比亚迪显眼不显眼 自从DMI上市之后 比亚迪就成了目前国内汽车产业链里边的单红榨子机 尤其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比亚迪随便迈出一步 那就够传统的汽车产业仰视好一阵子 比如说前不久全面停产燃油车 现在呢停产了燃油车又来个逆势上扬 这整个汽车产业啊不寒而栗 哎 你以为 比亚迪的这几包操作 仅仅是因为汉DMI 琴Plus DMI 宋Plus DMI 功不应求那么简单吗 哎 不不不 肤浅了 实话实说 比亚迪的这几款车呀 不足的地方还是有的 而且甚至还不少 单纯的从产品的角度 要做出比这几款车更好的产品来 对于任何一家汽车企业来说 那都不是一件难事 而比亚迪啊 让全球的汽车产业不寒而栗的原因 是产业链的自给自足 哎呦 这个东西啊 那可不是努把力就能迎头赶上的 我这么打个比方吧 大部分人呢 烧个菜做个饭 出门右转隔壁菜市场 品类琳琅满目 哪个小菜水灵 咱们买哪个 对吧 但是有的人呢 自己在后院开了小块地 自己想吃啥呢 种点啥 自己种的嘛 小菜不一定水灵 平常来看 自己开小块地 成本不低啊 农家肥浇出来的小菜 那也确实比不上大鹏扣书里的那种啊 水灵 但是 我说这个当事的时候 上海的朋友们可能就理解比较深刻了啊 大家都居家办公的时候 你说 谁家的菜更香 这个时候你想自己开块地种上菜 我告诉你 晚了 在这个汽车产业里啊 比亚迪就是这么一个在自己家后院种菜的另类啊 这个东西可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啊 在十几年前比亚迪F3的时代 那比亚迪就自己搞了成规模的供应链体系 什么都是自己干啊 这个就是比亚迪留给汽车产业最初的认知 在当时呢 大家并不看好这种布局啊 质量不好把控 前期投资的成本呢 也同样不好把控 所以你看 早期的比亚迪啊 便宜是便宜 但是质量啊 也确实不咋样 只能走低端路线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 供应链这个东西啊 它就不是个赚快钱的活啊 跟种地一样 你今天居家了 撒上肿子 明天就能吃到水淋淋的小白菜了 万事开头难 但这个头一旦是开了 接下来的事儿 那就好办得多了 比亚迪在进步 那么它的供应链体系也是在进步的 所以你看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比亚迪就已经实现了 三电系统的全产业链自给自足啊 这在全球的汽车产业里是独一份 全球三十多个工业员 遍布六大洲 涵盖了电子汽车 新能源轨道交通方方面面 绝大部分的零部件 对于比亚迪来说 那咱是可以自给自足的 更夸张的是 大部分的车轨级芯片 比亚迪自己都能干 所以说全球芯片供应链紧张 对比亚迪的影响 它就不会像其他企业那么大 现在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样一个趋势 逆全球化的产业结构啊 它正在萌芽 而比亚迪此前布局的完整的产业链跟基 在现在优势就来了 成本变得更低 质量变得更可控了 而供应链也不会被人卡脖子了 所以你说 是BBA研究不明白DMI的原理吗 还是大众搞不清楚纯电平台的车怎么设计 问题的根源在于大家都搞得清楚 但是只有比亚迪能把它低成本高质量大规模的生产出来 都知道白菜猪肉的饺子好吃 但是你不鲜得有白菜猪肉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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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